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美国年轻人 到印度去探望他在印度做宣教士的叔叔 他叔叔所属的宣教团队 在印度宣教好几年 一直没有果效 很少人信主 他们只好不断地迁移他们的营地 往更乡下的地方去 有一天 那群宣教士出发探看新河场 把营地交给那个年轻人 跟几个印度助理看守 一个晚上突然来了一个骑着马的印度老人 他跟年轻人说 神听到了这群宣教士的呼求 他拆遣这个老人来帮助他们 年轻人很高兴 那个老人就在其中一个茅屋住下 老人说 我要为你们进食祷告 每天只要给我一杯热开水 就这样 年轻人每天给他送上一杯热水 傍晚老人会出来 跟年轻人聊聊天 吃一点面包 到了第九天 老人跟年轻人说 时候到了 神撕下了一个突破 明天请你带我去这附近的村庄 老人跟年轻人很早就出发 那附近共有十七个村庄 老人每到一处 就跪下来 手按在地上 祷告很久 然后才离开 到了第十三个村庄 天已经快黑了 年轻人跟老人说 你可不可以缩短祷告的时间 不然我们走不完十七个地方 老人说 祷告时间的长短 不是由我决定的 到了第十四个村庄 祷告完 年轻人跟老人说 天真的快黑了 天一黑 我们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明天再继续好吗 老人说 神会带我们回去 但祷告的时间只有今天 明天我就要离开了 年轻人说 那你自己去 我要回去了 老人说 如果你坚持要回去 那我们就回去 可是你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年轻人说 有我负责 于是他们就回去了 当天晚上 年轻人无法入睡 天还没有亮 他就去敲老人的房间 要叫醒老人继续昨天的旅程 但是老人已经不在了 他的马也不见了 几天以后 那些宣教士回到营地 他们听年轻人说了这件事情 就决定留在当地 年轻人于是回到美国 去完成他的学业 他回到美国以后 一直跟叔叔保持联络 不久 好消息传来了 他们在印度的宣教 有很大的突破 开始有人信主 教会一间一间建立起来 就是那十四个村庄 可是剩下来那三个村庄呢 还是没有人信主 一间教会也没有 跟以前一样 好几年过去了 年轻人 带着他的小孩 到印度探望叔叔 叔叔跟他说 不用担心 这里已经有大复兴 那三个村庄 迟早会有人信主 我们一定会在那里建立教会 又过了几十年 年轻人已经五十几岁了 那三个村庄 还是没有人信主 他决定放下 在美国的 很好的律师的工作 搬到印度 用他的余生 为那剩下的三个村庄祷告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他就是这个故事的作者 看灯在基督教先锋报上 主求你开启我生命的蓝图 让我知道你的时刻 让我知道你所定的时间 让我不再与你的心意擦肩而过 中间锁所真儿 陪伤我生命 贪爱这世界 为爱我命 真意为友谊 尽当作有尊 如您才是世纪 空事无异 人是你 耶稣 人是你 一生中最可贵 我已被寻规 你是我全走路 我信了我的功力 主啊我爱你 请我心渴望 更多人是你 我已被寻回 但单数你 不再靠自己 却然心靠你 感谢你为我 抵上梦笔 认识你耶稣 认识你 抵上中最可贵 你是我全所有 我死了我的梦笔 主啊我爱你 我借你追求 能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 抵抗全能 与他同守护 效法他的死 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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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上中最可贵 能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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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复杂